大家好 挺荣幸的 其实这个题目也挺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讲过很多次了 其实我是希望在不同的市场 讲同样的东西 但是如果面对同样的观众 让我讲同一个话题 这个需要动脑筋的 对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那我就简单分享一下 因为开始 昨天李莹老师跟我讲说 你主要是讲一下 独立带团队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 似乎我们团队 我可能我觉得 业绩在李莹老师的团队 可能不是最好的 但是我相信 可能我们的团队的独立性来讲 可能是让李老师 比较省心的那一支 那杰斯这个平台呢 昨天前天 我还跟日本一个伙伴在交谈 好像这个怎么讲的 有一些人误打误撞进来 或者怎么样 我是做这一行十几年了 已经在这一行 莫怕滚打 很多人就是说 我们说的在这一行 财富自由 时间自由 什么心灵自由 等等等等 很多人是不相信的 他看不到 觉得离他特别远 我前天跟一个 日本伙伴在聊天 他说 哎呀 他说我觉得这个杰斯挺难做的 而且说的那些东西 他说我觉得离我好遥远 我说我特别理解 你算说什么 因为我在十几年 在做这个事业的时候 我跟你的想法完全一样 如果今天在座的 有一些是没做过这一行的 可能你们也会有这种困惑 你们所说的钻石 所说的 不用工作 钱就自动流进来 管道收入 我觉得可能吧 因为很多人是传统产业 就是像我们用时间和精力 在这个固定的时间 出现了固定地点 换取到固定的收入 这是大部分人做的事情 那有一些人可能本身是老板 是经营者 那他也需要做 就是传统产业 也是靠时间和精力 就换你金钱 那这一行呢 很多人是陌生的 他没有做过 听别人讲 他觉得半信半疑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心态 我也是一样 十几年前 我是在一个报纸的小广告上 看到了在家创业这四个字 因为我要带小孩子在家里 所以我没有办法 找一个正常的工作 在家创业这四个字 对我有信力 我就是想做 找一个在家创业的 这样一个生意 可是我看到广告 我第一反应是 骗人的 怎么可能不相信 但是咱们这有中文报纸 什么星岛 什么什么的 老买报纸老看 因为在家带孩子 就要看一些报纸 跟社会有一个链接 老买报纸 老有这一块小广告 看了一个月 我开始想 打个电话试试吧 既然他老登 万一是骗子 我不相信就行了 好 这一个电话 从此就改变了我的生活 就走到这一行里面来了 但是当时他跟我渲染的 就跟我们今天 跟很多人讲的 我们是什么管道收入 我们怎么怎么着 我其实是不太相信的 因为我是做传统产业出身 我是做进出口的 跟我先生也是我们两个 开的公司做进出口 所以当你告诉我说 你经过一定时间的工作 你可以有税后收入 所谓的是睡觉的税 不是那个税务的税 睡觉的税 有税后收入 然后他们当时讲的 你一个钻石 然后多少多少收入 对我来讲天方夜谭 我不相信 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你做一个事情 要认真 要专注要努力 这个我是相信的 那我呢 也是个比较执着的人 做一件事情 一旦我选择了 我不轻易改变 我一定要做到最好 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 所以呢 就是误打误撞 走的这一行里面 那经过这摸爬滚打 这么长时间 我也赚到了第一桶金 后来我慢慢的 经过 今天我也是来 做一个分享 我告诉你们 成功人士 给你们描述的这些 都是真的 因为我真正看到这些了 而且我还是带着 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在这一行里 通过摸爬滚打 当然中间是有坎坷 成功路绝对不是 一条直线上升的 它是勾勾坎坎 上上下下的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 在我前面的公司也好 在杰斯也好 我真正看到了 他们当时给我描绘的那些东西 这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你们不要说 我没看到东西 我就不相信 你跟我说的天花烂坠 那跟我无关 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但为什么你还没看到 因为可能你的时间还没到 可能你努力的还不够 可能你做事的方法不对 很多很多的因素 所以成功它不是偶然的 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和打拼 那么我想说的是 我真正在这个行业 看到了这一些 那是用我的努力换来的 我看到了这个愿景 今天你们可能 今天我讲完以后 很多人还是心里半信半疑 没关系 你继续往前走 只要你不放弃 只要你坚持往前走 你终有一天会看到我 或者其他人跟你描述的东西 真的是有税后收入 因为我现在旗下30多国家了 那就是说亚洲的 以后北美的 除了非洲 非洲现在没有 其他的国家 那确实就是税后收入 你早上醒了 一看 就有紧张了 那你晚上睡觉之前 看一看 可早上醒来 完全不一样 确实是 确实这个事情会发生的 所以我从不相信 半信半疑 到最后完全相信的 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累积 所以很多人 今天你们不要不相信 别人跟你说的 因为虽然你没有看到 那我呢 误打误撞 走到了这一行 之前也成功过 为什么我又一次选择了杰斯 我也想分享一下 我的心动历程 可能有些伙伴 也是第一次听 我简单分享一下 那我重点要讲的是 在这个运作当中 你怎么样能够快速的 让团队成长 我简单分享一下 从我的视角来看杰斯 那如果大家都是 类似的公司 林老师跟我分享的时候 是几年以前 所以当时他分享的时候 我没在意 因为我做的跟他的公司 是类似的东西 也是保健食品公司 那我也在上乘期 跟公司的高层关系都很好 那我也就 反正就是公司 就是产品 公司都类似嘛 可能我没有想切换的 这个理念 那一段时间之后 林老师就打拼了 我也在原来的公司打拼 那最后过了一段时间 林老师可能从中国回来 我们又有一次机会 在一起聊天 那当我看到他的这个成就的时候 我看到他很坦白的讲 我是看到他的收入的时候 我才开始要去研究这间公司 因为我觉得大家类似嘛 产品也类似 什么都类似 那为什么一天就24小时 虽然我带小孩 可能我时间没有林老师 那么的付出 但是也不可能差出很多倍来 时间就这么多 所以当他的收入比我高很多的时候 我就开始思考了 那就是公司的奖励机制决定的 公司的产品决定的 因为产品跟其他的不同 大家重复率才会高嘛 对吧 所以我看东西是从 其实坦白讲 是从看到他的收入开始 我才下别心 我要研究一下这间公司 我看看他到底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我们都打拼 都是钻石 林老师钻石 我也是钻石 我在我们那家公司 我也是钻石 那为什么我们收入 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就是说同样都是钻石 这个名称是一样的 但是含金量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要研究的点了 那我研究第一个 因为我是专业 我可以自称为专业人士 十几年的打拼了 那专业人士 我看东西视角 可能跟你不太一样 我相信很多人 就是朋友介绍 我因为相信朋友 好你说好我就吃吧 甚至有一些说 我就是为了挺你 我也不知道他是啥 敢讲半天我也没听懂 朋友关系好 你要做好 我挺你 我买一单 是不是很多人是这样进来的 其实他听的时候 不太听懂商街什么的 很少有人是特别清醒的分析 然后去查或怎么样 最后进来的 很少 其实我们第一单进来 大部分的伙伴 都是懵懵懂懂的 好 但是我呢 就不是懵懵懂懂的了 我肯定要用过去 十几年的经验和阅历 来考察一间公司 因为你从山顶走下来 是很挣扎的 你要放弃很多东西 所以我不会轻易去切换 但是我切换之后 我也不会轻易去切换 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所以当我考察的时候 第一个公司要有实力 什么叫有实力 我不希望我很努力打病完以后 当我开始享受成果的时候 公司不见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很多公司 那么经过分析 90%的公司可能是 95%还是90%的公司 在两年之内都不见了 99%的公司 在五年之内都不见了 那这样的公司 刚开始的时候 我听过市面上很多公司 也很多人递橄榄枝过来 但是都是一阵风 哇 大家说这个公司做好又好的 还说了一段很炫的东西 其实就像游泳一样 如果你自己不会游泳 你老换游泳池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自身具备这个能力 你才能在一家公司里 踏踏实实赚到钱 就像树一样 你扎的根在地下 又拔起来 又换个地方再种 它永远长不成残亭大树 所以不要轻易去切换 就是选择你爱的 真正了解透以后 选择你爱的 然后爱你所选择的 坚持做下去 你才有可能看到收获 所以当我选择的时候 第一个公司实力要强 我不希望我在 公司不在了 我可以不在 公司要在 但是不能倒过来 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 时间也是成本 对于我来说 对吧 对于每个人都是成本 我付出了这么多 最后公司没了 那我这几年打拼 算什么呢 我不希望遇到这样的工资 好 开始考察公司的实力 公司的实力 大家都知道 公司的研发人也好 从研发人来好 从这个创办人来好 而且创办人的初衷 他是已经功称名就了 创办人的初衷也很重要 很多人创办 他们的创办人是科学家 是研发产品的高手 但他不会做市场营销 而且有些人 在研发公司的阶段 创办公司阶段 他的目的就是要赚钱 我们公司老板 他已经功成名就 他退休三次了 他又发现了一个 好的商机 他是为了让别人 草根或是我们 普通老百姓能够有一个 翻转人生的机会 他的起心动念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在设计制度 和他在设计很多的 包括产品的时候 他会去考虑 是不是让普通人能够受益 这个起心动念不一样 你设计的公司 相对来说 因为你让别人受益 他就要发出了钱多嘛 他就要产品要好嘛 对吧 那当他把自己的利益 放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用普通人就受益了 当你受益 你能赚到钱的时候 是不是你就愿意留在这里 所以一个公司的实力很重要 公司的创办人 他是否专业也很重要 而且他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他创办公司的目的是什么 赚钱是附带的 每个公司的创办人 一定都是有赚钱的诉求 但是他不是他唯一的诉求 这点非常重要 好 这是我要考察的 那再一点 公司实力大家都知道 我获了那么多奖 是不是 我们的这个奖杯 在总部都已经放不下了 专门一个展示 包括我们的这个 跟服务器 大家都知道这些故事 好对不起 所以他得细说了 那我们的实力 已经就摆在这里了 科学家都是顶级的 干细胞之父 抗衰老的第一任理事 所有的科学家都是顶级的 那这样一个公司 相对来说 他的实力是很强的 而且我们跟六家公司 什么谷歌了 苹果了 我们都知道 Amazon 什么什么 Facebook 我们是跟他在六年之内 营业额平级的 达到十亿美金以上的公司 这样的公司实力够吗 绝对够呀 所以我相信 在这样的公司 不会说我还在 公司不在了 这是第一点 很重要 他的实力要够强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创办人是否专业 很多的公司创办人 他本人是科学家 他研发产品没问题 但是他不懂营销 营销做的不好 你光一个公司 光产品好 他不一定能生存的很好 很多公司都证明了这一点 他最后不见了 产品可能还好 有的人说 哎呀我还想找 那个公司产品 没了 公司没了 想吃产品 没有了 产品很好 所以一个公司 又要产品好 这个创办人又要有经验 来经营这样的公司 那就很厉害 再一个 刚才我讲的 起心动念 如果他是以赚钱 为唯一目的的 因为李莹老师经过 以前很多公司 当他发展到一定时候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些 不好的东西出来 就是他的 私欲啊 创办的时候 他以赚钱为盈利 为目的 唯一目的的时候 当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他就开始出现一些 政策上的变化 等等等等 就为了他的利益 他不考虑经销商的利益了 就会出问题 杰斯不是 杰斯的创办人 他已经工程明就的时候 才创办这样的公司 因为他看到金放了 看到这样的商机 他愿意 重新再来一次 他的付出 能够让更多的人 有机会去翻转人生 这个勤动量是非常重要 那再一点我要考察的 肯定就是产品了 产品有什么特别吗 大家 保定品公司那么多 我为啥吃你家的 刚才罗医生讲的非常专业 我一直在那里记笔记 恨不得就想去学速记了 写的太慢 我一把它录下来 回头再整理 所以我们的公司的产品 是非常顶尖的 跟别人不同 当你跟别人不同的时候 你才有生命力 大家都类似 吃你家也行 吃他家也行 那我因为跟你是朋友关系 那我撑你一把 那我能一直撑下去吗 不会的 撑两次好了 就已经很不错的朋友了 所以当你产品 有很多的见证 有那么多的科研家 医生 这么多医生在做 我看过很多公司 有医生在做 但是没有集资这么多 医生本身 这个临床医学和这个叫什么 我们这个叫做预防医学 它是两个领域的东西 很多医生是抗拒的 一开始都是抗拒的 但是你要知道 医生也是人 他也有疾病啊 好多医生 他一不自已 他自己身上的慢性病 多年来都调理不好 而且他们 我听过很多见证 完全不相信 你跟我讲 你是一个普通人 你讲这些医学理论 你哪有我专业 怎么可能 你介绍东西给我吃呢 完全不相信 不吃 可是架不住 这一次两次的 人家在推荐 都是好朋友 那他自己的慢性病 正常之间也没见好啊 像他们讲个笑话 你去看高血压 那医生说 我自己还有高血压呢 我能治好 我自己早好了 这是 很多的药 是要长期服用 吃就不能断 那好了 那医生本身是拒绝的 抗拒 但是呢 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 经过一段时间 一直抗拒就不吃 就不试 但是中医有一天 记得有个中医 好像是讲的 有个朋友说 哎呀 反正你都已经这样了 我产品都送给你了 你就吃试试呗 万一有什么效果呢 结果他的病都很多年了 一直都不好 结果吃这些产品 在很短时间内得到改善 他自己就开始压抑了 原来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其实好多慢性病 靠药物是没有办法的 现在医学慢慢都在发展 我们还是有未知的领域啊 通过细胞修复 你可能真正的达到健康 那很多医生 当在自己内 自己的身体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有黄博士 他为了阻止他太太去吃或者做 他研究了多少篇学术论文 中文的英文的 看了一千多篇 最后说 这东西你可以吃 他为了阻止他才去研究的 最后发现这东西可以吃 而吃以前 他做了各种体检 一百多项 平常不做那么多检查 就为了证明说我吃完以后看个效果 结果效果让他自己压抑 他也是医学专业博士 这么多人在 医生通过自己的身体的改善 他才开始相信 然后才开始分享 那我觉得本身 当你面临选择 你很犹豫的时候 很多高端人士 很多专业人士的选择 对你来说是一种借鉴 因为我没有这种专业水准 是不是 包括很多 我看到这么多的医生在推广 什么科学家 什么什么什么 各行各业的都在推广 这是我看到很多的这个方面的 那我就 刚才我想了 就讲了另外一个领域 就是说 当我考察你的产品 是不是有特殊性 我跟你同样都是从业人员 那你跟他 他跟他讲了这个N公司 这个跟讲了H公司 我快速来的这个J公司 他对于客户来说 可能就像看广告一样 大家都说好 我到底选哪一家 你得讲出你公司的好 你得讲出这产品有什么特殊性 才能打动到他 他愿意试嘛 对不对 那么多见证 或者他愿意试 我们的产品因为吸收率高 很快就见效果了 那效果出来了 是不是他就相信了 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 他相信了 他的朋友可能 也愿意去尝试 可能也会相信 所以说产品 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考量的 这个公司的一个点 产品必须有特殊性 没有特殊性 因为大家类似我就不一定做一个切换和选择 好 再一点 很重要的 就是他的奖励机制 这个呢 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不要说一谈钱就俗 一点都不俗 我是因为看到李莹老师的这个收入 我才会想去了解这件公司的 因为我们很多人是奔着经营来的 或者就算我吃的好 我便宜点吃不更好吗 对吧 好 那就要看他的奖励机制了 奖励机制 首先这个老板 这两个老板 给很多家公司设计过奖励制度 那他当他自己开公司的时候 他是不是要把最好的给自己 他把很多奖金制度里面 不太人性化的 不太容易让伙伴们赚到钱的 他把它摒弃掉了 然后他留下好的部分 最大限度的保证公司的这个正常的营运之外 最大限度的把奖金比例分出来给伙伴 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我之前那家公司 我举个例子 我们不都就是有代数奖金吗 这次会员都懂 代数奖金 那我们第一代是多少 20%到30%对不对 第二代15%第三代10% 后面的话是5% 那后面是不是就高阶一点了 这是非常人性化的 我之前做前面那间公司 我现在有 我有一个台湾的伙伴 他现在是另外一家公司的双赚 天天给我 天天给我递赶卵制 那他研究制度很熟练 他当时就跟我说 他说Wendy 你现在都就是说 你那个品位够高 你跟公司可以直接对上话 你能不能让他们改一下制度啊 因为我们原来那家公司 是前面放的少 后面放的多 这就不懂的人 根本不会去比较的 你不懂呀 反正这都是 你有对等奖金 我也有 我也有代数奖金 他也有 我也有 就行了 他不会去分析 你这个前面可能 你放了5%和7% 后面的话 放了10%甚至10%以上 那你要知道 他去画了个饼 你看到吃不到 毕竟后面的人少嘛 高品阶的人少 而且你要上到这个品阶 你能想着到 你想着到虽然多 公司实际上放出来的是少嘛 是吧 我就不提我前面的公司名字了 当然他也培养了很多 我只是说 从这一块制度上分析 杰斯就做得很漂亮 他把大头都先放出来 因为我们蓝宝就拿三代了 三代你算上百分之多少了 30加15加10 已经拿到百分之多少 55了 我们那家公司前三代 可能拿到百分之一代百分之七 前三代的话 可能才拿到百分之二十一 后面就放的多了 后面你高品的时候 十十几就上去了 所以他当时跟我讲 是个男生 他说 你能不能跟公司讲讲 这个应该把它倒过来才对 改一改 他是很有这个理念的 但是我就想 我说我本事再大 我也没办法营养到公司去改变制度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时他就提到这个问题了 那到杰斯 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知道杰斯是很有爱的公司 他会愿意把自己的大部分 因为达到蓝宝 我估计在座很多都是蓝宝了吧 或者蓝宝以上拼接 达到蓝宝并不难 因为他只是 你有了36人的团队 你就是蓝宝了 再往上的话 有些业绩要求 达到蓝宝不难 大概我们正常的时间 大概一到三个月时间 那么 如果你达到蓝宝 就能拿到55%了 后面高品阶的人 反而分数低 反而给的比例低 那因为你可以从很多其他途径 赚到钱了 他给你的比例低一点 但是你家伙人多 你最后拿到的也不少 但是这样是非常合理的一个问题 他的制度上 奖励机制 所以我在分析说 他奖励机制是不是好 值不值得 我从山上走下来再做一遍 因为我们知道打市场是最累的 我是不愿意轻易切换 因为我知道从零开始又开始一遍 前面一段是最辛苦的 最累的 那么我就要去思考这个制度 好 所以制度看完 很简单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简单 五个手制度都数不过一遍 制度就说完了 有的公司制度 有一次有另外一家公司 还是他们好像在咱们温哥华最高聘的跟我讲 讲的公司讲了二十多条制度 跟我说我们公司多好多好 你看我们分出来这么多钱 天哪 我都是专业人士 我都没听懂 我就在想你跟我讲了半天 我当时听懂 回去以后再一看 这条是咋 又懵了 那这样的公司好不好复制 你可能这种给一点 那种给一点 放出来二十多条 奖金制度 但是可能总比例并没有那么高 另外一个 你好不好复制 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这一行就叫复制和传承 我们的奖金一二三四五 最多五条 讲完了 特别简单 那简单的东西是不是叫好复制 容易理解 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 但是当你开一会儿奖金进来的时候 你到后台去看的时候 你就理解了 这钱从哪来的 你就要去动脑先想 你不能狐狸狐独 我今天赚了一百块 我都不知道钱从哪来的 不会的 你一定会去想 但是就这么几条 搬着手指头都数清了 所以我讲讲 你知道 我说不超过一分钟 一二三四五讲完了 他们那个拿个纸在那换 我们这有一条 什么什么 达到什么条件 怎么着 那个二十多条 整个都晕掉 这样的公司是不能做的 再好也不做 因为连我都复述不出来 你怎么能想先让普通人 没有这一行专业的人 他能复述的出来 给别人能讲清楚呢 自己都稀罗糊糊 怎么去产承呢 所以 所以奖金制度非常重要 那我看到 李英老师的收入 我就想 他一定是 差异在制度上 因为我觉得 我也挺努力的 虽然时间可能 稍微少一点 用带两个孩子 但是不会差那么多 是吧 你那二十四小时 算下来 吃喝拉撒 然后你工作的时间 不可能差出多少倍来 所以就是奖励机制决定的 这是我要考量的 刚才我没数 数了几点了 这几点 好 产品奖励机制 再一点 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会看重销率 重销率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我反复 使用产品的概率 对吧 那重销率高的两种 一个是经营者 那经营者他为什么愿意重销呢 因为他能赚到钱 他才留在这儿吗 他没赚到钱他干嘛要重销 他就不愿意留在这儿了 第二点就产品有效 不用你说我下个月自动去买了 我甚至还敢促销 我多买点 是不是啊 所以我会看重销率 可能你们很多人就 不会想到这个问题 反正你说好就吃吧 你说好我就先加盟吧 做不做再说 是不是啊 大部分人是不太了解的 我会去看重销率 只有重销率高 大家愿意回头买的 那么我给面子 我给一次两次 我不会给十四八次 我自动主攻去买 不可能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产品好有效果 大家才愿意持续去买 再一个就是 经营者能赚到钱 他才愿意留在这持续买 你让他长期赚不到钱 他一直重销 那要么就是产品好 对吧 这就是两条嘛 却一不可 没有第三个原因 那如果重销率高的话 代表公司是不是有生命力 代表你运作了半天 你的团队越来越大 是不是你的收入越来越多 你只要引他进来 他愿意使用 给他个机会 他使用产品 那你的重销率高 你自然的业绩就上去了 自然吃的人就多嘛 吃的人多 你自然就赚到钱 谈钱不低俗 很正常 所以我看到这些东西 再一点我分析 是不是普通人在这能成功 因为我知道 我可能自诩为 专业人士也好 精英也好 但是我知道 我带领的团队 很多人是素人 团队80%都是普通人 你找到精英的概率不高 那如果这些人都赚不到钱 或者怎么样 他们愿意在这坚持吗 不愿意的 就我们实话实讲 对吧 所以我之前是 因为有一段时间 是在考察公司 包括原来的公司 在做一个交接嘛 你不能说 拍片我就走了 那我也在考察 后来一段时间之后 当我决定想做的时候 我去参加公司的会议 去香港参加杰斯大学 我看到的场面是 听到很多人分享 大部分都是素人 各行各业都有 什么白天当警察了 晚上8点以后 才开始做杰斯 也做到钻石了 吓人不 什么什么 有因为吃产品的 什么开什么食品 叫什么 卖食品的 不是 就是开餐厅的 开餐厅的 什么律师 医生 什么什么 护士 癌症患者 各行各业的 全部都成功 重点是成功的速度还快 这点也很重要 那既然普通人能翻转人生 那大家来听这个商机的时候 是不是至少给自己个机会 愿意尝试一下 我知道最后成功塔尖人还是少 在所有的行业 塔尖人都是少 总经理 一个工作总经理只有一个 对吧 你不能弄八个总经理 不可能啊 传统行业也是一样的 塔尖人永远是少 但是 他给了很多人 翻转人生的机会 而且这些人 他们有的人在上钻石了 在那分享的时候 掉眼泪 他没想到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 他翻转了他家族的人生 不是光翻转了他自己的人生 那当我看到这些人去分享的时候 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才会想 这个事也值得我去做 因为我带领的大部分是普通人 如果这些普通人在这里能看到希望 他会不会愿意拿一年到三年时间来博一下 可能他愿意 如果他看到都是专业人士在分享 我之前怎么样 或者我是在这一行做过多少年了 或者我本身我就特别成功 那普通人的机会在哪里 当你觉得这根本连hope 连希望都没有的时候 可能他就不太愿意坚持 遇到困难他就要撤了 而且我在这个里面看到 高端的很多 甚至上市公司老总 大家都知道那几个耳术能降的 低端都低到比我们 可能生活还不如 什么矿工也好 什么三轮车司机也好 保姆也好 就是比我们普通人 可能我们华人眼里还要低的 他的人脉资源也不好 经济实力也不好 像我们说的 我没人脉 我又没口才 我又那个什么 我又没钱 我怎么做 居然人家都做到绿宝 做到钻石了 那这样的生意你觉得可以做吗 我在思考这些问题 如果普通人在这里也能成功 那你就可以带领很多人 带着希望去工作 终究有一些人会脱颖而出 会改变他们的人生 所以大家愿意在这里坚持 好 最后一点我分析的 赚钱不稀奇 终点在速度 对吧 这都是 我刚才说这几个点 都是我要考量的 那我知道很多人在这里面 大部分的钻石 都是三年之内成功的 事实上我非常压抑的事情 因为在传统这一行里面 要达到钻石 像我刚才说 即便都叫钻石含金量还不一样呢 他可能在杰斯钻石年薪百万 他可能年薪几十万而已 都叫钻石 对吧 所以说成功的速度 而且在杰斯三年之内成功 我觉得他跟现在的商机 一个是说他产品好 奖励机制好 再一个现在跟互联网结合起来 这个大趋势在这里 所以杰斯快 很多人在传统这一行 可能做个十年八年的 可能我们讲安利 不提名字了 我们叫A公司好了 他的钻石的年收入是七十万人民币 达到钻石要多少年 我估计得六到七年 那六到七年我占到七十万人民币 在我们杰斯就是一个红宝的收入 如果是这个红宝的那个 就是说他 他这个怎么讲 就是他的业绩 一直是匹配的话 他应该是这个数 那杰斯用多少时间 一到两年 快的可能更快 七十万人民币 你六到七年的时间 而且还维持起来很困难 你要好多条线 一直维持着它是正常运转的 你才能赚到这个收入 那在杰斯一到两年和六到七年 你觉得呢 时间也是成本 对吧 我永远地说这话 时间也是成本 如果我能快速成功 我绝对不拖长 因为拖长那个时间是很痛苦的 你一直在仰视别人成功 是很痛苦的 所以成功的速度越快越好 把成功的时间拉短 而且他给你的天花板足够高 你在别的公司六到七年 你赚到七十万人民币的收入 在杰斯一到两年 你要做六到七年 天哪 至少李盈老师的收入了吧 在他们来说是 而且有一些公司 因为比较老长时间的 他的制度符合当时的 几十年前的那个社会的情况 他到一定程度以后 他再往上上就很难了 他有天花板和平静了 有些是制度本身制约的 所以你别说他 我六七年我上了钻石了 我一年七十万 但我再想上的双钻 或者他们不管他叫什么 什么什么称谓 可能他上了一百万美金 非常难了 甚至不可能了 那在杰斯空间太大 我用三年的时间打拼 我觉得上到 比如说一百万美金的年收入 因为我们上到钻石的话 就已经是公司的股东了 你就不是说 今天坐在这李盈老师 这些是我的团队伙伴 你们每人吃一包配钱 跟我有关系 全世界人他到哪看 每人拿出一包配钱 都跟他收入有关系 这个好不好 是不是 李盈老师明天上英国了 他万一在英国的机场 或者谁看着谁 根本不认识 不用认识 只要有人拿出了一包 白礼文在吃 可能跟李盈老师 收入都有关系 看着他就得笑 这种感觉好不好 就为什么大家都想上钻石 就是因为你要变成公司的股东 股东就参与公司的利润分红 任何人吃配钱 跟你都有关系 任何人吃产品 跟你都有关系 那我也想上钻石 这是我的梦想 我加入杰斯第一天 我就知道 我就奔这个去的 所以至少几次提供给你这样的机会 李盈老师讲过 你可能不是家族财富的继承者 但你可以作为家族财富的创造者 是不是 类似的话 我可能没复制对 这个意思是对 我老实这句话记不住 脑子短路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在考量一间公司的时候 我值不值得从山上走下来去切换 我就考虑了上面一二三五七这些 可能某些点你们没考虑到 当你不太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 或者是你可能考虑的比较浅 没有我 当我下决心要放弃一个已经有的 然后去抓一个没有的东西的时候 我是要考虑非常全面 而且要非常的下定很大决心 来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还好我还年轻 我还可以拿出13年时间来拼 那三年以后的成果是我想要的 我也想成为公司的股东 我出去旅游 马上明年去希腊了是吧 我也希望我出去旅游 一出机场 只要看有人在吃白丽溜的时候 我就冲他笑 我也希望这样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是杰斯公司的这些点 你去分析吧 我再总结一下 实例 还有什么 实例够强 产品 产品够过硬 然后创始人的起心动念 创始人够专业 然后呢 讲一机制够好 成功的速度够快 普通人也有机会 翻转人生 是不是这些点 重复率够高 重够率够高 七八点 我都没数 当所有这些点 全部 在你的雷达 少做完一遍之后 全部符合你 对未来事业的 预期的时候 我就 做了一个决定 就切换 那么我到今天 我都心怀感恩 我觉得李盈老师 告诉我这件事情 太好了 因为我现在 不仅有税后收入 而且我成功的速度 比以前快了很多 我知道他的奖励 机制非常好 很多人不去研究 他不懂 所以可能 在杰斯这条路上 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的 之前 在杰斯这条路上 我终生心里 都会感恩李盈老师 因为他给了我 这个商界 虽然我犹豫的 但如果我当时 不犹豫的话 那几年我就放在杰斯 我现在估计也 至少是钻石了吧 所以我也耽误了几年 这也是我的 这个认知度 没达到 耽误了几年时间 但是呢 任何时候都不晚 今天坐在教室里面的 你想想 公司发出那么多奖金来 是今天坐在教室里面 你们拿到的多 还是三年以后 当你在这分享的时候 他们坐在教室里停 你都已经 工程名就退休了 那些人挣的多吗 还是今天 在做的中 没更多 给自己鼓歌掌吧 你们知道 这个商机本身 就是有福报 所以不要再犹豫了 我作为专业人士 已经替你们都考察过了 从各个角度 各个点 全部都考察过了 我做了这样一个选择 所以说 有些时候就像 刚才那个谁 那个 罗医生 如果我听他讲的产品 我听完以后 我就不会再去查了 我不会再去研究了 专业人士早都替你研究过了 你看那黑水 我今天第一次听 像他讲的 我马上就想回去订了 当你不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 已经专业人士替你 从各个角度 已经查了个遍 研究透之后 你就不需要再做研究了 抓住商机 跳成座就是 下面就讲到 我今天要讲的重点部分了 我里巴塞讲了一堆 讲到重点的部分 怎么做才快 很多人有这个困扰 林老师老让我分享 好像我成了这个 团队要独立的一个代表一样 因为我团队相对来说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独立 因为我做杰斯的第一天 我就知道 这个事业是我自己要的 大家都知道 林老师特别忙 他团队特大 我加盟的时候 他团队已经很大 他已经是钻石了 他团队很大 我就在想 第一个 他团队很大 他微信里人很多 你今天留言给他 他得查半天才能知道 看到是你吧 就变把你置顶 可能他置顶很多人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林老师全球飞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在哪 那如果你这有个问题 你要问他 你等吧 可能一天以后才回复 因为他跟你有时差 也可能他还在飞机上 他一天绕地球 不是一天 一年绕地球好几圈 不知道他在哪里 那你怎么办 你这事业做不做 所以任何一个人 今天你们讲 你就问自己两个问题 做杰斯 第一个 如果你的 推荐人 或者你上属的伙伴 全部都不做了 这个事业你要还是不要 你就知道要不要独立 你就想 讲独立的重要性 就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个 刚才我说了 如果你的 前后左右上下的所有人 都因为某种原因 没看懂或者怎么样 停滞了 这个事业你要还是不要 你才知道你会不会独立 第二点 当你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有团队了 你关掉手机 你的业绩 是不是还稳定的 在持续增长当中 没有任何人 来找到你问问题 如果你关掉手机 团队一片混乱 业绩急速下滑 那你就是没做对事情 一定是这样的 有的人都做了一年两年了 每天忙的 还不得了 不可开交 我在想 为什么他那么忙呢 一定有事情没做对 好了 做杰斯 很多人把自己的定位 没弄好 这是心态问题 因为他既没把自己当老板 也没把自己当成打工的 他把自己当成第三种角色 等一下我告诉你 第三种角色是什么 第一个 如果你今天是老板的话 我们在杰斯 我们讲 怎么样叫独立呢 就是你能够处理基础的问题 而不是说 一问题就快一个微信 丢过去了找人 那你要知道 你找这个人 他也许在开车 也许在弄孩子 也许他有他的事情 他有他的生活安排 他不一定 马上就给你回复呀 他不是24小时的 随时在线的一个客服呀 如果他不给你马上回复 是不是你的团队 事情全在这等 他就不发展了 一定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在做这个时候 第一个 我有两件事情 我有想过 第一个就是 我肯定要做钻石 这个不用想 第二个就是 我告诉我自己 我一转身就是悬崖 所有问题到我这截止 我才能把这个团队带好 才能做得快 你要是都依赖林老师 因为客观条件限制 你没有办法 他是想帮你 他有心 他有时差 你怎么办 他也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问问题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我想 这件事是我在一做的时候 我就很确定 而且我经过过去的经验 我知道 你越独立 你团队发展越快 你独立的速度 就是你团队发展的速度 这样讲比较直接一点 所以呢 很多人在最开始做的时候 觉得我有问题就往上丢吧 他不回复我 那我这事没办法 我没有办法解决 就卡在这 事情一卡就拖 整个团队都拖着慢 而且有的人同样问题问好几次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有的人跟我讲 哎呀我的伙伴今天这个了 明天那个了 我还得不仅要照顾他的事业 我还得照顾他的情绪 我还得哄着他 我天天还得听他倒精神垃圾 哪有这回事 所以他们既没把自己当老板 如果他是老板 今天我坦然讲 他投资了一笔钱在一个事业上 你能想象他三到六个月 他他他投资这件事 他完全不了解吗 不可能的 如果他有 今天每个人有老板的心态 这个是我自己的创业 他不可能到三个月 因为我们讲三个月是拦保 我希望说这三个月前 我们会扶着带着 三个月之后你要独立了 哪有一个老板说三个月之后 我还不了解我今天做的事情 不可能的 第二个他也没把自己当成打工 因为要打工 如果你是受聘者 你进了一个公司去 你是不是战战精力的 你的老板给你布置任务 你能说我不会 不可能吧 会坚持不到三个月 你就被炒了 是不是 所以你既不把自己当老板 我需要独立 你也没把自己当成打工的 你把他当成 很多人 不是说所有人 很多人把自己当成一个 失恩者 恩情的恩 我今天 你欠了我了 你欠我的 我随时随地24小时就找到 你不回复我 回复完了我都不行 别说不回复我 是不是 好多矛盾 好多抱怨 今天他这个了 明天他那个了 所以呢 我们自己首先 我在做培训第一堂歌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下属 不是首先如何做一个成功者 你如何在这个行业 首先做一个合格的下属 当你知道 明白你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时候 你将来才有可能 变成一个合格的上属 你才会有团队吗 你才会带领团队吗 很多人是需要引导的 他不懂这一行 但是我们引导是有时效性的 我是有时间的 我不可能一辈子当牛拐棍吧 都害其他团队怎么办 我时间是有限的 团队越来越大 我就这么点时间 所以我们每个人 要学会自我成长 要学会独立 不要把自己当成施恩者 因为你签了我了 所以我对你有恩情 你就应该分分钟的 就听我召唤 你不仅你业务上要照顾我 你还得回复快 然后我都不良情绪 你还得照顾到 我还得一天到晚有抱怨 你还得听着 凭什么呀 一个小时你给我多少钱 我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 所以每个人要有好的心态 人好的心态 别把自己当成施恩者 你应该当成一个感恩者 别人把这么好的机会给你了 把这么好的方法 成功的方法交给你了 唯一的就是你没做而已 所以我今天早上 刚好看那篇文章 说失败只有两种 一种是不经思考就做事情 一种是经过思考以后 永远不做 失败就是两种 所以很多人就是心态就没对 一进来心态就没对 抱怨也好 怎么也好 所以说 这个就是很多团队不发展 但是作为我们的上述来说 你不要老去惯着这种心啊 所以为什么怎么样团队独立 第一个我心狠 所谓的狠是加以后的好 我不是说你不管他 你要放手他 但是就像我们小孩学走路一样 你一直拉着他 他永远不会走 你一松手他就甩下 但是他有没有这个过程 你要让他有 所以有的时候 当你问题让他自己解决的时候 他的能力再增加 增加了能力 他的团队的战斗力就强 你不要不舍得他摔跤 他去谈单 他谈单他谈的不行 你能在旁边听吗 刚才刚开始会议开始 北京老师问我 说你们谈单的时候 你怎么谈 我说我不谈 PPT吗 他们自己谈 我在旁边听 我只是化了点睛的作用 他没谈对或哪点 通过我的视觉给他增加一些好的东西 PPT每个人谈都一样 产品制度什么什么的 讲的都差不多 这些东西不用我去讲 所以我去跑市场的时候 都是一定有团队的领导人跟着的 PPT都是他讲 我不讲 我每天见很多人 我要讲我就累死了 我不讲都是他讲 讲一遍我听 而且他讲的时候 我可以听可以纠正他 你一定要讲的不太好 你一定要加强对吧 都我讲学不会的 所以说你要放手 学会放手也是一种能力 很多人是抱着 觉得谁都不会 我都给抱着 抱着之后自己累个半死 自己一开始抱怨 你抱不动了 你一个两个抱着 十个八个一百个 你还能抱得住吗 抱不住了 你只有让他们自立 不自立的团队是没有生产力的 所以我的团队的 我的团队的就是说 我贯彻东西 问题到你截止 别往上找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特别简单的地方打客服 特别简单 很多人都会 有人说打客服时间长 是啊 你问你丢给我 我也打客服 也时间长 我不敢说我是能力最强 但是我一定是我们团队打客服 最多的哪一个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成长 最开始的时候 常常唱歌唱呗 平常我该干啥干啥 我手头有卷头 我有其他的工作 听到手机放 慢慢唱歌就唱呗 谁还不影响我 是不是啊 它终归会有人接吧 那你这个问题 经过人都是这样的 越付出得到的答案 越觉得珍贵 是不是 我打一次客服 我客服这么难打 我最好都学会了 以后不打客服了 是不是 有的人问题 你丢给他答案了 下一次还问 同样问题 他伙伴的同样问题 丢了他还问 他怨气不住 那打一次客服 他就记住了 哎 客服好难打 我下次这个问题 我不问了 我一次把问题问清楚 我以前怎么做 我打客服 都是攒好几个问题 一起问 碰到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好 就是时间比较近的 不可能拉得很长 时间近的 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好 我都不太明确 一点模糊点 所以什么叫有经验 有经验人 不是说你碰到的困难少 而是我知道这个事一定会发生 我天天在那等着 做好准备 所以我打客服 一定是弄一张纸 一二三四五 可能这几问题 我都有模糊点 我不是很清楚 是左还是右 或怎么样 打客服 是我一次把它问清楚 对 我觉得我是我们团队 打客服最多的那个人 不是说今天你是绿宝了 你怎么样 你们看到都是闪光的东西 你没看到背后的付出 那好 所以我团队都复制了 问题到我截止 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 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我们允许他当近了 前三个月 你去问问题 我们扶上马 再送一程 我们带你 但是你不可能永远是巨婴了 永远长大 这个事业是你的 不是我的 我的事业是我的 你的事业是你的 对吧 所以学会打客服特别简单 客服是干嘛的 就是给你解决问题 你所有问题在客服都能找到答案 我可以这样讲 或者不要说那么绝对 98%的问题 99%的问题 在客服那都能找到答案 他就是干这个的 就是为我们解决问题的 最多的就是我打客服时间 等的长一点 最多就是这个吧 问题最后还是能解决 而且我也建议你们 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带团队了 或怎么样 我的理念就是上了蓝宝以后 你就有36个人的团队 对吧 你应该就自立了 三个月 你就应该自立了 如果你上了蓝宝以后 你还问最基础的问题 那就是你没做对事情 所以到我这 没有基础问题 问到我这里 上面还有 还有25碰呢 50碰 100碰 还有红宝呢 怎么可能基础问题 问到我这里呢 那这些人 难道都不会吗 所以你只要是上了蓝宝 你今天有了蓝宝的拼接 你就应该有 蓝宝应该具备的水准 带小团队的水准 你基础问题应该都会 除非有特殊的 突然发生一个什么事 你没经历过的 或怎么样 有一点模糊点 是有可能的 但是 客服 我刚才讲了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像我举个小例子 前天 我团队有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一个 一大值的领导人 我也不叫他名字了 给我打电话 你打电话的时候 打客服 先告诉我 问题我已经打了两次 香港客服了 然后什么什么事情 但是我还没解决 我是好 再打第三次 我教你怎么说 如果还有问题 你再来找我 没找回来 你客服就是解决问题的 难道你打了两次电话 你都在客服 那解决不了问题 我就不信这个鞋 难道我去打 就能解决了吗 一样的 他给我的回答是一样的 但是你要会问问题 我教他一个方法 我告诉你 你再打你这么说 他就没再回来了 什么叫绿宝 什么是红宝 你的时间是有价值的 你只解决 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只去谈 他们谈不下来的人 对吧 这是你的价值所在 你的每一分钟 都是有价值的 就像他们举例说 比尔盖茨 地上掉了钱了 他都不值得 歪腰去剪一下 因为他一秒钟赚到的钱 比那个多得多 是不是 你绿宝也好 钻石也好 红宝也好 你是有价值的 什么是你的价值 你考虑别人想不到的东西 你考虑团队的整体的发展 培训 然后呢 你去谈他们谈不下来的人 你去解决他们 通过了打客服 或者其他方 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到你这问题截止了 这是你要做的 这是代表你的水准 基础问题是问不到你这 我一个伙伴 也是一个团队的领袖 他说一句话 我终生都记得 他说如果我团队的人 基础问题找到你来问 他说是我的耻辱 代表我没带好团队 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团队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每一个人要了解 我为什么做解释 我的职责是什么 我应该懂什么 我应该怎么带团队 上蓝宝就应该知道这些 没上蓝宝之前 OK 你还可以有问题问 但如果今天你的拼金是蓝宝 基础问题 你就不能再往上找 找是不对的 一定事情你做对 所以说 做解释 那天我就说 我跟那个日本那个伙伴 谈 他又说 哎呀听你讲的 怎么 你什么时候在做培训 我听你讲的 又简单又明了 我都记住了 而且我特别爱听 这是什么 这就是你跟别人的不同 好容易 哎呀我能跟他 约上时间能够谈一谈 谈完以后 你就解决了他的问题 你把它启动了 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或者这是红宝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今天 哪一个我打客服 我就能解决的问题 我天天来问 因为我们不是24小时客服 我们也不是24小时保姆 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才能明白这件事情 因为我之前没有人 跟我讲这些 我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所以杰斯是我 赚钱速度最快 而且呢 我最轻松的一件工夫 以前我都是 你们每个人都有体会 保姆式的上述 恨不得每个人 我都呵护着 半夜 我记得半夜十二点了 我开着车 从班里边 从哪 反正一个鬼地方回来 半夜 孩子自己在家 两个孩子 互相照应着 我就开我 车开我来 风雨交加的 过那个桥的时候 听着一些歌 我就开始想 我在干什么 这不是我要的 很多人 我相信你有同感 因为我去谈的时候 B杰斯还没在 B说 我今天有事 反正那人约好了 你就去吧 我就去了 现在这种事情 是不可能发生的 作为母亲 我们都知道 孩子不是 她哭闹 她要什么就给什么 对吧 每个母亲都会这样做 但作为杰斯来讲 如果你是把她 带领进来的人 你也有这种心理准备 不是她哭她闹 她要什么就给什么 你会被她牵着走 她要的东西很多 从她的个人的考量 各方面 但是不一定 你这样做 对她是好呀 永远脱离不了百贵 她永远不能自立 还是我刚才讲的问题 你关掉手机 你的团队业绩 还能增长吗 是不是 如果你的上述 你的这些人 都不做了 你还做嘛 你就进来 就问自己这两个问题 就行了 然后你知道 到底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刚才讲的 打客服 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教你们一下 你要想将来不打了 你就一次多问几个问题 以后就少打一点 好 你要让你的团队伙伴成长 让她一次多问几个问题 以后就少打点 就这么简单 唱歌就唱呗 没所谓 反正我该干啥干啥 我就听她唱歌 突然有人说话 我就拿起来 别的你还可以照干呢 你不是不能工作 我就举着电话 一直在听她唱歌 那也是浪费时间呀 所以你要学会去 怎么样去整理自己的情绪 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 当你变得越来越强的时候 当问题到你就截止的时候 你的团队就会发展非常快 而且你还轻松 再一点 单写的 再一点就是要简单化 刚才我讲了 制度很复杂的 你要讲很多 凡是不能复制的 都是没有生命力 我记得李明 暂时讲过一个东西 很多 其实我们有的伙伴 很有学习的心 他学了很多东西 学完以后 越学他越不会说了 越学越胆小了 就不知道 面对客户 有这么多好的东西 我拿出哪块给客户分享了 就分享乱了 我团队也有伙伴这样 越学越不会说 越学越胆小 越说不到点上 所以你最好去找一个 因为我们钻石很多 关我们团队钻石有很多 李明像这样的 或者是其他的团队的钻石 他们有很多优酷 YouTube 你能找到很多东西 你找一个 你最喜欢他风格的 跟着他走就行 这样是不是简化了 你不用看很多东西 你每天花很多时间学习 学完以后 弄得你自己 无所适从 我个人观点 不一定对 我个人观点就是找一个 你很喜欢他 你喜欢他的风格 他也是成功者 按照他的方法复制 对你的路就好了 因为我们不管最后 速度同归 最后我要的是结果 是吧 其实所有 在我团队里面 业绩说话 业绩就是结果 业绩代表什么 代表你有收入 代表你团队的会员有收入 那才能持续 业绩才是硬道理 所以你要么是在做业绩 要么是在为提升业绩做努力 其他的全部是成本 对吗 没有必要花在其他事情上 你只有要么提升业绩 要么为提升业绩做努力 去改善某些东方 就行了 就记录这两点的情况 其他的东西都是成本 所以呢 我就想把这东西简单化 你们可以自己去考虑 因为每个团队的 不同的地区 还会有点差异 不同的区域 它有文化背景 地域的差异 不同的国家 那根据你了解的东西 你去尽量让这个团队 发挥到极致 把它简单化 简单就好复制 好复制的东西就有生命力 有的人讲了很多 很专业讲了很多 或者是有的钻石也讲了 我就听李明钻石讲 说有的钻石讲了 一二三五七八九十 讲得很好 可是呢我记不住 清楚怎么办 他说我反正是记不住 那我就每天都在想 就是怎么样 把这些东西简单化 越简单越好 让大家能记住 能复制 就有生命力了 所以这个可能需要 你们自己下面去做一些 资料上的整理也好 或者是讲解上的整理 因为客户其实 你满足了客户需求 可能很简短 他也可能也会加盟 或者签的 你讲了一大堆 不着编辑的 不是他要的 你讲两个小 任务的签不下来 大家肯定都有同感 所以简单化 精准 然后简单通俗易懂 别人能吸收到你说的东西 而且这东西 别人能学会去复制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 再一点 这点有点tricky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就在延迟回复 每个人 我举个小例子 我团队有个伙伴 因为我刚好那天有事情 确实是不能看手机的 要么是开车 要么干 我忘记了 有事情 然后我一看 这个人给我留言了 留了两条 第一条你听火气话 哎呀 你快救急 我就手里特别着急 第二条 哎呀 没事 我实在找不着你 我自己去打客户 想办法解决了 两条信息是连着的 所以 什么叫延迟回复 它不一定要 因为没有说 找火了 要救火这个事情发生 其实没有的 当然 我所说的这个是 你根据情况去处理 你不要 所有事情都这样做 那你自己有个判断 当你有些东西 你告诉他 就说 他问问题的时候 因为 你可能很忙嘛 你可能在干别的嘛 是吧 没有办法去控制时间 你稍微延迟一点 恢复的时候 他 当他等不及的时候 他就自己想办法了 所以 善用这个啊 不要去乱用 善用 你自己去总结好 我发现这个方法 让很多人成长 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 稍微延迟一点 当他着急火上房了 他解决不了的时候 他就要想别的办法去解决 最后这个问题是解决了 这个就是一些小的 小的这个 在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小方法 你不是恶意惩罚 只是说你为了让他成长 去做这件事情 当然时间地点和这个事情的室友 你自己要判断 好 一个好的领导人 绝对不是自己能力多强 而是你能够调动你团队骨干的激情 让他们愉快地 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潜能 这个才是一个好的领导人 因为每个人的特性 他的性格 什么方方面面 多少年来形成的思维都不一样的 你要两体才艺 你要去对他们做不同的安排 你才有可能 最后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那我讲一下 我的 咱们都知道一个 这个这个短板理论 就是一个桶 他装水的装水多少 石油在这个短板决定的 但是我觉得做杰斯或做这一行 就是我个人一家之言 你们可以去探讨 我一定对 做杰斯呢 做这一行 我认为是长板理论更加适合 因为一个人 你要去改变他的常言 形成的思维模式 他的能力各方面 是很难一件事情 他可能做了很大的努力去改变 跟别人比 他这个还是短板 那我不如就把他的长板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长处 有的人特别擅长 做文件 做文档 有的人特别擅长讲 有的人特别擅长 去充风签人打市场 有的人特别擅长善后 一个团队要有几个小骨干 组成一个核心团队 因为每个人都有长处 其实我更主张在这一行里面 做长板理论 就是把每个人的长处 发挥到极致 然后大家凑在一起 组成一个完美的团队 而不是每个人 都去改自己的短板 那个需要时间的 需要毅力 需要努力 很多因素 改完以后你还比别人短 是不是 我直接把你的长板 拿过来用就好了 你这方面擅长好 我用你这方面 他那方面擅长 我就用他那方面 综合在一起 就是大家都长板凑在一起 第一个结合时间 第二个 他的长板是跟普通人比的 他一定就是他的优势 你把所有优势的东西 聚合在一起 那你的团队能不能有生命力吗 一定有的 所以呢 我讲了这么多 分析这些 所有的所有的东西 分析来就是说 第一点就是选择公司的几个要素 第二点就是你要独立 你独立的速度 就是你团队成长的速度 没有任何理由 在我团队不讲理由 不讲原因 不讲什么 我要结果 结果说话 其他的都是成本 好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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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